好了 現在有一塊面膜在碟裏面 那塊面膜上已經加了 藥物上去 現在我們馬上會加固定劑 麻煩你幫我加固定劑 上去那塊面膜那裏 加固定劑後 放在大約40分鐘 然後再做下一步 在等候期間 你們可以看到那塊面膜 現在就加了那個藥物 加了那個藥物 大約等了40分鐘 40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塊面膜 放在那塊面膜上 這樣就可以進行實驗 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首先拿出那個 Oxygen Electrol 然後同學就會拿Di水 來洗一洗那個Electrol 抹乾 再把Electrol 反轉地夾在架上 然後就會拿出那塊面膜 小心地放在Electrol的頂部 然後再蓋上一塊絲襪 加上一個圈子 去固定那個Membrane 然後他們需要用一把剪刀 去剪走多餘的絲襪 因為多餘的絲襪 會妨礙著 待會做實驗的情況 好 先把Electro倒進去 然後把Electrol倒進去 然後把Electrol倒進去 然後夾到大部分 放在架上,就已经预备好了 然后马上将Eletro放在一个小小瓶子里面 里面就是一些DI水 还有一个搅拌器 我们现在就试试 首先用DI水做了一个叫做Claration 等到毒素稳定之后 他们就可以马上开始做Standard Curve 现在同学们正在用软件 去尝试去Claration Eletro 现在的瓶子里面是DI水 我们正在等待看到Eletro 稳定了,一直直吃时 就可以做其他东西 现在是做一个叫Claration的步骤 现在学生使用一枝很有针 就在一个杯里面 它会吸取20mL的Standard 可以在这里调整一下 那个Volum有多大 还有就弹走一些气泡 接着用一张纸 就抹干整个针嘴 好了 然后呢 就小心地 将那个针里面的Standard 就加到那个Claration的液体里面 它慢慢滴进去 加的时候 针尽量不可以 电到Eletro 又或者是一块Mabrain 加完之后 我们就要等到 它会作出一个反应 我们现在看看画面 先看看 刚刚加了Standard之后的情况 稍后 你会看到它的线 是会向下跌 好像楼梯一样 现在我们就见到 学生预备把针里面的Standard 加到那个瓶里面 它加的过程就很小心 而且不能碰到Eletro 或者是碰到Mabrain 加完之后 它就会把针拿出来 然后就把针里面的液体拌均匀 拌均匀 拌均匀之后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讯号 好吗 好吗 在画面所见 我们看到它的图 Y-axis 会是氧气的浓度 而X-axis 就是时间 看到一路随着时间 那条线 还会向下跌 直到它稳定为止 我们可以再加下一次的Standard solution 对 是 是 我 是 我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